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足有一定的关系 主要分布在新疆伊犁地区的查布查尔西博族自治县和辽宁 吉林登省 1928年5月18日 毛泽东提出游击战十六自决90年前 1928年5月18日农历三月念旧 毛泽东总结井岡山工农革命军和游击队的作战经验 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概括为 敌进我退 敌注我找 敌皮我打 敌退我追 其著名的十六自决 1935年5月18日张国道在茂县擅自成立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83年前 1935年5月18日张国道在茂县擅自成立中共西北特区委员会和西北苏维埃联邦政府并自封主席 1936年5月18日红一方面军西征战役开始西征战役82年前 1936年5月18日 中德军委为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 壮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两可 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的任务 下达西征战役计划 进行西征打击宁甲二马在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创建新苏区 1946年5月18日国共就修复花园口大堤达成南京协议72年前 1946年5月18日国共双方在南京达成合作修复黄河花园口大堤的协议 双方同意下游附堤工程尽快开工 材料工粮款由国民政府从速拨给 独口工程以不给下游带来水害为前期 1947年5月18日震远 静远两件铁锚 从日本运回71年前 1947年5月18日震远 静远两件20群锚链分装12箱 看完时刻 每个重280磅 从日本运抵上海 1972年5月18日中国与河南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及外交关系 1974年5月18日中央发出批林批孔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 不要扩大话44年前 1974年5月18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文件上写明 毛主席已穿倦 1980年5月18日 中国成功发射运载火箭38年前 1980年5月18日 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的第一枚运载火箭获得人满成功 1983年5月1 8日我国海军远航航海实习军队起航35年前 1983年5月18日 我国海军远航航海实习船队从湛江港起航 金西沙群岛 到达祖国海江的最南端 南沙群岛的曾母岸沙 然后穿越巴林堂海峡 进入浩瀚的西太平洋 再以硫磺列岛为转向点 通过大约海峡 横跨东海 驶出台湾海峡 返回战江 1990年5月18日 南京天文台 命名吴建雄星28年前 1990年5月18日 年近八旬满头银发的美机艺女 物理学家吴建雄教授 眼琴着泪花 在南京从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冯松手中 接过了吴建雄星命名证书 命名为吴建雄星的小行星 是经国际小行星中心批准 紫金山天文台发现的国际编号为2752号 1996年5月18日 全国首次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 在北京举行 22年前 1996年5月18日 全国首次注册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考试 在北京举行 全国共有近4万人 报名参加了 由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和人事部组织的 这次考试 1996年5月18日 中国第一个煤炭地下气化工业性试验基地 两座地下气化炉点火成功 22年前 1996年5月18日 中国第一个煤炭地下气化工业性试验基地 唐山刘庄煤矿两座地下气化炉点火成功 这标志中国在煤炭地下气化这一领域已跻身世界前列 煤炭地下气化属于洁净煤技术 实施地下煤炭转化 为可燃气体的高新技术 被誉为采煤史上的一次革命 和第二代采煤法 1997年5月18日 北京至香港九龙直通客车开行21年前 1997年5月18日7时30分 北京至九龙的97次直通旅客列车 从北京西站发车 国务的副总理吴邦国 出席开行典礼并检采 1999年5月18日 毒杀白天鹅罪犯被判刑19年前 1999年5月18日 河南省陕县人民法院 开庭审判了毒杀白天鹅的两名凶手 2001年5月18日 昆许被授予首批人类吼述 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称号17年前 2001年5月18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 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以下简称代表作名单 共有19个申报项目入选 其中包括中国的昆取艺术 中国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19个国家之一 2007年5月18日 诺顿五报病毒 造成国内电脑大面积瘫痪 11年前 2007年5月18日 诺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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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报病毒造成国内电脑大面积瘫痪 2008年5月18日 国务院发布内容为规定 5月19的21日 为全国哀悼日的通知 10年前 2008年5月18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内容为规定 2008年5月19到21日为全国哀悼日 哀悼52汶川大地震罹难者的通告 2 国外大事迹1268年5月18日 埃及苏丹拜巴尔 一是占领安调克公国的首都安调克750年前 1268年5月18日 埃及苏丹拜巴尔一是率领他的马木刘克军队 占领十四军国家安调克公国的首都安调克 安调克公爵伯西蒙德六世弃城逃走 城中居民大多被拜巴尔一是卖为奴隶 1804年5月18日法兰西第一帝国成立 拿破仑成为皇帝214年前 1804年5月18日 共和12年宪法颁布 宣布法国为法兰西帝国 拿破仑为帝国皇帝 称拿破仑一是 这就是历史上的法兰西第一帝国 1869年5月18日 虾仪共和国为日本所灭149年前 1869年5月18日 新兴要塞武陵国被转交给政府军陆军参谋黑田兴隆 成立一百多天的虾仪共和国结束 同时也代表默默内战勿尘战争的终结 事后 甲本若与服刑者明治五年后 得特赦 两年后 出任住的公使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 签订化态签导交换条约 立下大功 1896年5月18日 美国最高法院裁决隔离 但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 符合美国宪法122年前 1896年5月18日 针对普兰西苏夫格森案 美国最高法院以7比1的多数裁决 路易斯安那州的法律并不违反宪法第13和第14修正案 因为隔离但平等 并不意味着对黑人的启示 而只是确认白人和黑人之间 由于肤色不同而形成差别 该案的裁决事实上 确认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合法性 直到1954年 布朗素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后 这一政策方才失去其合法地位 1917年5月18日 美国全国动员准备参加一战101年前 1917年5月18日 美国总统威尔逊写入法律里一条法案 要求美国所有21到30岁之间的男子 在可能条件下登记报名到美国军队重服役 这项为人所熟知的新法律 选征兵役草案 计划征兵50万人参加对德作战 1953年5月18日 妇女第一次驾机突破因素65年前 1953年5月18日 劫魁林考克伦成为第一位驾驶飞机 速度超过阴让的妇女 她是美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 1970年5月18日 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 震惊美国48年前 1970年5月18日 国民警卫队员向周立肯特大学的抗议学生开枪 打死两名女生和两名男生 打伤八人 枪击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愤怒 1974年5月18日 波兰华沙电台广播塔建成 高646.38米成为当时世界最高的建筑结构 1977年5月18日 国际博物馆协会向世界宣布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41年前 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为促进全球博物馆事业的健康发展 吸引全社会公众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 参与和关注 向全世界宣告1977年5月18日为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 并每年为国际博物馆日确定活动主题 1980年5月18日 南韩爆发光州事件 遭到全斗换军政府当局的血腥镇压38年前 1980年5月18日 南韩爆发光州事件 遭到全斗换军政府当局的血腥镇压 1980年5月18日 美国圣海伦斯火山大爆发 造成57人死亡38年前 1980年5月18日的喷发最为剧烈 烟云冲向2万米高空 火山灰随气流扩散至4000公里以外 洒落在举火山800公里处的 也有1.8厘米厚 火山附近河流被堵塞 改道 许多道路被埋没 熔岩流引起森林大火 周围几十公里内生物绝迹 1980年5月18日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圣海伦斯火山 剧烈爆发38年前 1980年5月18日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圣海伦斯火山 突然剧烈爆发 烟云冲向2万米高空火山灰随气流扩散至4000公里以外 洒落在举火山800公里处的 也有1.8厘米厚 火山爆发释放了2400万吨TNT的能量 大约相当于小南海原子弹 二战在日本投放的广岛原子弹的1920倍 远至东边160英里以外的沃拉沃拉 至少有8人丧生 1990年5月18日 苏联首帝卢古连体儿 分离成功28年前 1990年5月18日 在莫斯科苏联医学科学院布尔勤科神经外科手术研究所里 成功地进行了苏联首例联体婴儿卢古分离数 在苏联医学界引起轰动 1990年5月18日 两个签订关于建立货币 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28年前 1990年5月18日 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 在波恩签署关于建立货币 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国家条约 1996年5月18日 波黑总统卡拉基齐辞职 22年前 1996年5月18日 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卡拉基齐 迫于内外压力 于1996年5月18日下 公众发表讲话时 宣布决定辞去总统职务 由副总统比利亚纳普拉西夫妻 接替他的职务 2005年5月18日 莫斯科中央陆军3比1击败 世博亭首夺欧洲联盟杯 13年前 2005年5月18日 莫斯科中央陆军3比1击败 世博亭首夺欧洲联盟杯 成为第一队夺得欧洲赛事冠军的俄罗斯球队 2008年5月18日 世界冰球锦标赛结束10年前 2008年5月18日 世界冰球锦标赛结束 俄罗斯、加拿大和芬兰获得前3名 3、名人生独足102年前 1916年5月18日 中华民国早期政治人物陈启美 在上海被袁世凯的刺客所杀 陈启美革命手工之陈族 52年前 1966年5月18日 当代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邓他在北京逝世 邓他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生146年前 1872年5月18日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 生于英国辉格的贵族世家 伯特兰·罗素 20世纪 英国著名哲学家生116年前 1902年5月18日 工人运动领秀罗应农出生于湖南湘潭一户家庭殷实的人家 罗应农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生121年前 1897年5月18日 通俗文学大师张恨水生于江西广信小官吏家庭 张恨水冤岸蝴蝶盘代表作家 生98年前 1920年5月18日 教皇若望保禄 22世出生于布拉 生150年前 1868年5月18日 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出生于圣彼得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